程式是这样,我一直强调,程式基本上没有所谓的标准的答案 也就是写的,这样以这个考试来说,只要你写出来是符合他的逻辑需求 那结果是对的,他就会算你是对的,没有说你一定要怎么写 虽然书里面也有那个参考答案,我云端上也有放参考答案 但如果这样的写法你不习惯,没关系,你可以改一下 没有问题,但问题你要符合他要,你要知道怎么改 比如说像,刚刚我同学问说,像这个地方好了 刚刚我们那个逻辑,我们是从for i in range 从 2 到 n 对不对 那有同学说,老师我可不可以不要 2 开始 我一直可能觉得说 2 好像一直感觉怪怪的 我奇怪,从 1 开始可不可以 1 到 n 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啊,有何不可 但是问题是,如果这个是 n 的话,那后面叫什么? n 加 1 对不对,不就 ok 的吗? 那如果逻辑要变更的话 1 可不可以?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 那如果说假设你不习惯,你可以把这边改成 for i in range 等于 1 然后后面的话呢,就不要到 就不要加 1 的嘛 就直接到 n 减 1 或者你用 n 好啦,我用 n 减 1 好了 我的逻辑这样,假设我今天 逻辑是希望,这边是 1 然后到 n 减 1 的话 那我就,这边就不要加 1 了 不加 1 的话,刚好就 n 减 1 嘛 然后后面这个数字的话,就 i 加 1 记得啊,要刮斧一下 先加完之后再刮斧 ok 好,写完了 可不可以呢? run 一下就知道了 反正如果不习惯,没关系,你可以改啦 enter 1.828 一模一样嘛 对,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啦 所以有时候,就真的程式 建议你如果真的不习惯,我的写法没关系 你假设有那么一点点,觉得不习惯 啊,你就是改,没关系 那改完之后有个好处啦 真的,你以后这样写就可以了 为什么?因为 这个如果是你习惯的写法 以后呢,你也会很直觉写出来 你就不需要说,啊,你要被东被西的 如果是你的东西啊,好 完全不需要被,直觉写出来就好了 所以为什么我 很多,别人程式怎么看都觉得怪怪 就是不习惯 我一定要把它改写成我习惯的写法 不然的话,我说真的 那即便是很好的写法 对我来说也是 不是好写法 OK,应该可以理解吧 所以以后没关系 你可以尽量大胆的去改 可是问题你结果要改对啊 你要改出来结果不对 那等于还是有问题 OK 大概是这样啦 所以请各位回去 有机会是可以把前面题目做一下 还有呢,单数题啊 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做一下 甚至的话呢,虽然我们的进度是到第五类 可是如果说你想要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类 全部做也没关系 如果你全部都做完了,哇 总共有九十题,你都做熟了 哇,那其实基本上 Python 你应该也有一定的基础啦 那未来当然,不过也不是一个终点 其实我们这班基本上还算是入门啦 后面还有很多东西 所以你变成你要一接一接往上 那没办法 因为这基本上 这本身就是一个专业 这个专业说真的啦 你要能够到那个专业的顶上去的话 哇,那真的还是满花时间 所以像这种东西 第一个,它不太可能述成 OK,也就是你短时间要马上学到 哇,登顶应该很困难 除非你是天才啦 OK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它有一点难度 所以培养这个专业这个技能 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相对的 也,这个什么啦 也有它一定的这个专业性啦 所以以后呢,在职场上面的比如说薪资啦 或者是说对于那个职位的那个这个要求 相对的也会比较高啦 OK,所以我觉得可以不妨都把那个其他题目再把它练熟啊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那个第402题 所以接下来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不定处哦 所以特别注意哦 拿最小值留下来 诚实该如何写 至少两种写法 第一种写法就 一边input 然后一边就比较 留下最小的 那一种是先把资料先丢到一个串列 一个list里面 再找出最小的 两种方法 那如何撰写哦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方法 那首先的话呢,程式就这么 这样子而已啦 总共八行 那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OK,重来 如果假设这样子 第一个的话呢,我们先宣告一个 我们先产生一个变数 叫mini mini的话就最后那个最小的那一个 那接下来,特别是怎么写 file e-mail 这很好记 而且哦,这个就几乎万用的 以后的话我就这样 反正不定数啦 就一直跑就对了 OK 接下来的话呢,你就让它 在这个回圈里面 就帮你先做什么 先input input什么呢 input这个词 在input的里面 input那个词哦 基本上一定要是一个整数 OK 题目里面要讲是一个整数 所以记得把它转成rnt 如果有小数点的话 你可能就要用evo OK 好,那输入之后的话做什么 所以它 也许哦 我们来思考一下 所以将来的话呢 因为只有这个题目 你可以摆旁边 OK 那假如说它输入什么 输入一个29 有没有input 那29之后的话呢 那我假如说要把它 当然你有几个判断 先判断什么 如果 因为呢 我前面讲过哦 如果画一帽 好意思说它无穷违劝 所以呢 你一定要记得 最后你要什么时候要踩刹车 你不要说那个 一直跑一直跑 就是画一帽有点像油门 油门就给它踩下去了 但是呢 你就不要刹车 那怎么办就完蛋了 对哦 就像说那个特斯拉 它现在其实已经有那个自动驾驶功能 还真的 台湾还是真的有人 把那个自动驾驶打开 然后就在车上睡觉 那之前就发生一个很妙的事情 因为它有自动驾驶 也会在高速公路上面 其实还蛮OK的 为什么因为高速公路的路线都还蛮固定的 也就是说 如果它看到前面有车停下来的话 理论上呢 它应该会刹车 对不对 结果之前就发 有人发一个新闻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刚好呢 他看到车了 但是呢 而且他们还直播了 直播刚好就看到 直接就撞上去了 没有刹车 一点刹车很 后来好像最后是有那么一点点刹 那为什么他没有刹车呢 那原因很有趣 因为那个货车刚好翻车 那翻车之后的话 如果说他没有翻车 一看就知道后面那个形状是一台车 一台货车 可是他刚好翻车了 那翻车之后的话呢 他就看到翻的斜斜的 那斜斜的时候呢 那个特斯拉的那个镜头 然后程式上辨识的时候 可能以为那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在他的那个database里面 找不到这个形状的东西 不确定那个东西是不是车子 所以他就完全没有刹车 那就直接给他撞上去 那全程 那新闻还蛮大 好像前几天的新闻而已 OK 所以 记得啦 一样 画有衣帽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自动价值 到什么情况发生的时候 其实应该理论上应该 前面有东西应该刹车才对啊 为什么没有刹车 所以这程式等于有bug 有没有 他前面也有镜头 随时一直在 要扫描 一直在侦测 前面的东西 应该 有看到东西就应该刹车了吧 OK 所以他没有刹车 就撞上去了 好 所以呢 一幅什么呢 如果他看到999的话 就break 所以如果什么 A 等于什么 999 的话 就做什么 冒号 enter break OK 应该可以理解吗 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做什么 else 冒号 如果他不是999的话 那我们要做什么 就把最小留下 那我怎么知道最小的 那怎么办呢 就比较一下 就是else 如果说这个什么呢 假如说什么呢 A大于 如果 如果 假如我输入了 这个词 那我什么时候会把mini给留下来呢 如果A怎么样 A如果 A这个词 如果是什么 大于mini 的话 的话 应该是小于吧 如果它小于mini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那个什么呢 把A的词放到mini里面去 OK 那我们可以把mini里面的词 就等于A就好了 OK 那知道什么呢 全部做完之后的话呢 那我把这个mini给clean的出来 OK 这样的话理论上应该OK吧 mini 所以 如果 假设我 假设 不要是输入99 除此之外 所以呢 mini假如说它0 那我今天输入29 有没有比它小 理论没有 OK 所以 没有 我这边应该做一个逻辑办 如果 A 小于 这个值的话 才去做这件事情 再把这个留下来 否则的话呢 就不留下来 OK 那 这样跑 结果应该是OK的 如果 这个值 比它小的话 OK 请各位试一下 特别注意 关键的地方就是 快有一帽 就是等于是油门 那刹车的地方的话 记得一定要先给 OK 如果这个话 董会有问题